不会吧,你真的没看过 我没看过 不过,我爹念给我听过 能够看你笑一笑,就算被你吓死也是值得的 你听好了 二十年前,家延一念之差惹来今日祸节 事态紧急,判与君一聚,共启时觉之门 内容就是这样了,下款是圆圆两字 楚圆圆 我的直觉认为和时觉钥匙有关的人都是楚圆圆约来的 那这封信是由丐帮发出去的吗 我爹就赶着入关,一去无踪 然后就收到消息 说是有人要我们交出时觉钥匙,交换我爹的性命 但是后来没有人再跟我联络 也不晓得楚圆圆的下落 那那个送信的人呢 在回城的时候给人杀了 楚霸天的女儿失踪,丐帮却毫不紧张 这件事真的很奇怪 更奇怪的是,洛无情似乎不想追查楚圆圆的行踪 所以我怀疑楚霸天的死跟楚圆圆的失踪有关联 这件事是绝对可以肯定的 直觉告诉我这件事跟洛无情有关 直觉告诉我洛无情不是个好人 直觉不一定是对的哦 那也不一定是错的啊 那不如我们直接就问洛无情好了 看看她的反应如何 你问了之后会告诉我吗 当然 没有条件,我会脱我衣服 衣服是你自己脱的,不是我 这件事你可要弄清楚 看来道帅楚流香也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可恨嘛 过假 其实你只要常常笑的话呢 就会发现,这个世上有许多人 并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可恨 我不管这世上可恨的人是多是少 我只想问你 你现在去找洛无情什么时候告诉我 明天早上 我到哪里跟你碰面 湖畔吧 一言为定 不见不散 前面就是丐帮的香糖 那我们就从屋顶进去好了 不用麻烦了 我们走大门 上天入地 要饭不要来 请 你还挺神通广大的嘛 还好 其实暗号已改 因为洛帮主说楚相帅会来 所以要我在此招呼招呼 洛无情啊,洛无情 我楚流香是越来越欣赏你了 走吧 不是说洛帮主早就知道我们要来吗 怎么桌上有酒无菜 自珍自酌 这是丐帮代客之道吗 我们丐帮虽然是向人要饭的 但是对香帅你又怎敢怠慢呢 对了,这位姑娘是 小女子李洪秀 是楚大哥的妹妹 我们在千山渡上见过 香帅妹妹满天下 而且个个个性不同 除了温柔的之外 还有刁满的 洛帮主见笑了 对了,洛帮主你刚才不是说不会怠慢吗 怎么桌上什么都没有 难道这些饭菜会隐身法不成 本来是有的 只不过现在全给人倒掉 这个人难道是我的仇人不成 是朋友或是仇家 等一下你就知道 好香好香 是什么这么香 哦,原来来了个楚流香 痴笑轻狂度众生 阁下莫非就是天下闻名 人称神孙的少林如臣大师 我彌陀佛 在下正是如臣 但是只是小师不是大师 因为我只懂 破破九戒下下棋而已 能得当今圣上金口风帅的偷 才称得上是大师级的人物 大师您爱说笑了 这世上哪有被人拐弯抹角骂的大师啊 这不是骂,是缘 是施主跟我有缘 我才有机会度化楚施主 我看我得多喝两杯自度成仙 免得神僧如臣徒劳而返 来 相见便是有缘 大家喝过这杯之后 以后就是朋友 来 干 想不到如臣大师的酒量这么好 这令小女子想起一个酒量无人能比的人 哦,那是谁 有大刀霸王之称的张木侠 只可惜小弟未曾见过他 否则的话 我正想好好见识一下 只可惜这样的机会不多了 怎么会呢 一个人还没进棺材 就会有机会跟他见面的 因为他不只进了棺材 还死了很久 此刻正埋身于肃清安的地下 大刀霸王他死了 怎么江湖之中完全没有这个传闻呢 不错,是因为我不想让人知道这个消息 杀死张木侠的那个凶手 我想跟杀死令师楚霸天的应该是同一个人 而杀人的动机到现在还不太清楚 但是背后一定隐藏着一个极大的秘密 按照楚生刚才所说 你好像很有把握知道幕后凶手是谁 现在只欠洛帮主一臂之力了 哦,没问题啊 丐帮里面全都是鸡婆 最喜欢多管闲事了 相睡有求,尽管说出来吧 好,既然如此 请洛帮主告诉我 楚帮主的女儿现在在哪里 难道说楚元元跟此事有关 这各种的隐情 你日后便会知道 现在只要你告诉我她的下落 就是帮我最大的忙 我记得先是去世不久 师妹就开始隐居守灵 小弟身为丐帮弟子 本来是不能带人去骚扰她 但是楚兄是我的朋友 我又怎么可以不答应呢 那你是答应了 这个当然 不然的话有人说我们丐帮包庇杀人凶手 这个罪名我们怎么担当得了 只不过楚元元隐居的地方非常隐秘 一般人是没那么容易找得到 还需要两天的路程 不如等小弟处理帮中一些琐事 一个时辰之后我们再启程 好,在下也刚好有事要办 我们就一个时辰之后见 红秀,你留在这儿陪如臣大师谈谈佛计 我去去便回 谁说让你走的 我们的缘分未尽 平僧还没有度换你呢,施主 大师啊,你就放了楚大哥一马嘛 如果他这一次不好好交代交代的话 见杭州城恐怕要吃鞭子了 大师,你就放过我吧 若是有缘,总是有机会下棋喝酒的 红秀 我自罚一杯,向大师谢罪 告辞 用上等竹叶青来自罚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 我也以佛祖之名启示 要是我不能把你度化,我便自罚一百杯 大师,你口口声声说要度化楚大哥 你究竟要度化他什么呢 没有贪,哪要到 我当然要他解决贪念,早证菩提 否则我怕他难以活得长久啊 我彌陀佛 你敬,我也敬,我也喝杯竹叶青 你在房里啊 你在想什么 在想你啊 在想你啊 想我 想我啊 我想你还是不要想我的好 每个想我的女子 我看你了 你啊 你啊 我看你了 你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